说起网红艺术家秦潇贤 最先让人想到的除了他出众的颜值 便是他出了名的傻气形象 众所周知 老秦的颜值在德营社是数一数二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凭借着这个优势 在相声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可真正让老秦出圈了 却是因为傻 起因是他在舞台上屡次磕到话筒 因此被粉丝亲切地冠上了大傻子的称号 在一次演出时 甚至还因为傻不傻这个问题 差点和台下的粉丝吵起来 不仅如此 像在台上吊了个鞋 往后靠 却差点摔了个屁股蹲 这都是常规操作 说相声时 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更是家常便饭 在一次采访中和主持人聊天时 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聊断片了 就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尴尬气氛 倘若镜头前的形象可以说是人设 那台下的那些饭傻行为 大体就是实锤了